人哥, 你拍到這樣? 每個人一點笑容都沒有 你們自己不笑關我屁事嗎? 人哥, 為什麼你不再拍幾張? 你們說你已經公眼了 我插完一張就走了, 是不是? Mary, 你怎麼看得這麼入神? 我想問你們有沒有覺得 三太太叫我們跟風少爺的照片拍照 加上我們都沒有笑 加上一張照片, 看到我堆花 整個感覺好像那些…什麼… 神經病, 送殯 對… 你當時都覺得不妥, 容得不出 米, 這麼晚?你搞什麼? 撿點紙碎嘛, 還要弄乾淨的蜂蜂房 不信不信 Elaine, 讓Mike先看看照片 你來, 神經病, 送殯嗎? 不如這樣, 我們曬乾淨送給風少爺 有嗎? 有… 各位, 你們是不是傻了? 你不覺得好笑嗎? 對呀 你玩也看對象嘛 你們覺得風少爺好玩嗎? S, 為什麼會有煙味? 是不是有些東西焦了? 不是, 剛剛幫你拜完四角 不過不用擔心 我已經幫你開了這部空氣清新機 很快就沒了明白了 我辦公室而已 不用搞這麼多東西, 這麼大陣醬 還有, 弄個簾給老妹, 奇怪 又老套 剛才走得這麼快 我還沒送禮物給你 喜歡吧 這是這支漂亮的東西 我又不是沒有筆用 你為什麼這麼破廢? 那風少爺這麼高質 當然要送一些高質的筆給你吧 我知道你很少買這些東西 但說到筆, 我現在這支 就是筆裡面的神級的筆 除了好寫之外, 還很聚首 而且是根據人工力學設計的 所以你一寫就知道, 你試試試 是不是很行? 對, 很順暢 對, 我不是說你這支筆不好 但沒有比較, 沒有傷害嘛 所以你下次記住買好東西之前 你先問我的意見 怎麼樣?你拿這支筆好像不肯放手 來, 你升職, 我送一支給你 你這支就拿回去用, 好不好? 我儲了半個月薪金才能買給你 人家送禮物給你就算不適用也好 禮貌照片也先收了嘛 風少爺這樣很傻慶 但是我覺得風少爺不是有心的 你知道有錢仔, 習慣好東西嗎? 很傻慶 人家三世祖來, 喜歡碰就碰 小時候給你面子嗎? 你給我 我中獎了 鹿鹿鹿鹿鹿 鹿鹿鹿鹿鹿 不是的, 之前八千公搞抽獎 我抽中了六十分鐘任吃海膽和壽司 小心人, 出雞利出命 膽固醇超標的, Elaine 為什麼每個人都看著我? 為什麼要說話這麼傻慶呢? 你當然要更多阿風少爺 多學她的傻慶東西了 你被阿風少爺傳染了 好… 你好… 你好, 紅家何時變成村豬仔工場? 我社交平台上有1萬人的支持者 所以我打算做一些水晶手機繩 送給粉絲的朋友 是呀, 她們早上穿得這麼辛苦 就幫她忙吧 這條送給你? 我也有 不僅你阿噴, 結婚者人的Candy 根收每個人都有 你的社交平台上 假設一年才只有1萬人的支持者 你就可能送給別人嗎? 如果你真的想送給別人的話 你起碼也等到10萬人的支持者 這樣送才會有意義的 10萬人? 10萬人要等很久的 開心了才不好嗎? 現在只有你一個開心而已 其他人未必這麼想的 人們收到的可能會說 是不是你買不完的東西 硬塞給別人的 當然不是, 你看豬仔多麼特別 全都是我逐個逐個精挑細選的 是上等貨的 一條這樣的手機繩 也要二、三十元的 不是吧? 一條這樣的繩要二、三十元? 現在還要用電話繩嗎? 用了那些, 都是那些是婆婆的 你有沒有看 你的電話繩的豬仔 全部都是三千八角的 我讓你掛電話, 賠給你 哪來的三千八角? 我送給你還嫌三嫌四 不用理會她, 她整張嘴巴都是這麼臭 Candy, 這條手機繩你會不會用? 但其實一條也不便宜 你留給她的追蹤吧 Mary姐, 楊哥, 你們呢? 我…我打算好好珍藏她 我打算你吃完飯就… 來…你做好東西, 吃飯吧 好… 金叔, 我送給你那條手機繩 你會不會用?很時尚的 現在不僅年輕人都喜歡用 那些婆婆出門也很喜歡用 穿了這條, 婆婆現在也喜歡用嗎? 那有沒有阿伯用? 我想問你, 如果阿伯戴著這麼臉 你會不會被人笑臉呢? 我想也不會 吃飯吃果吧 好…不如我們吃飯吧 吃飯吃果吧… 吃飯吃果吧, 吃飯吃果吧 整個公仔是這樣的 你不得了, 怎麼會? 三嫂 小嫂 小嫂 哪個時間段, 好像見你在這裡 沒有, 威哥還有一頓大生意 要吃飯 我特地上來找Kendy 弄一套甲 還有順便想找你占卜一下 你想知道什麼? 我也知道威哥很愛我 但是有琴獸蛇在這裡 我就想占卜一下 看看威哥到底有多麼愛他 但想一想也不用 我覺得威哥應該是最愛他一個 你明白嗎? 是否剛好見到你才約你? 而是這麼巧, 我是壽星可賊 所以他就約我了 我當時做了SPA 我現身是綠色的 我看得到, 今天都會配合 你知道, 睡得中了 但是三嫂, 你平時都是這樣 很壞, 她這麼會說話 人家平時都是這麼漂亮 不過我今天知道有些東西不同了 你看看有什麼不同的, 威哥 怎麼都不同? 年紀, 戴了一天 戴了一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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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其實我用了那個 給168九個減肥的方法 我收了兩磅, 現在是兩磅 這麼厲害? 但是她的洗手間也沒了兩磅 還有補充什麼去角質 去死皮也沒了兩磅 你這句話 你以為我老泥妹, 這麼多老泥 拿出來嗎? 真的, 像什麼鎖 剛才你知道嗎? 那批升機都撿滿了人 我一天就照樣走進去 然後沒有超錯的證實 那就是我瘦了, 那個都和我瘦 瘦? 你待會約了大郎先生吃飯 那兩磅就又回來 Kendy, 這是不是你的朋友 說話開口看著你 我和你有代溝, 我先走了 他是這樣的 我掃興你, 她掃興… 是這樣嗎? 三太太有嗎? 三太太 好 Kendy, 我有掃興嗎? 你也有, 你剛才一句話都擋住了 但是你也不只是今天是這樣的 最近也是這樣 什麼時候? 就像今天早上那樣 我跟你說 我用了最新的電髮卷卷頭髮 然後你就說 你這個腸道這個鎖不會有氣質 對不起, 我不是有心的 但是你最近真的很負能量 你是不是有事不開心? IGFallers過天很開心的時候 風少爺說得我很不開心 但是之後不開心的時候 風少爺也好像有份 你好, 我想問風少爺是不是 風少爺, 待會兒回來了 還有呢? 這個新的風格你覺得怎麼樣? 你今天很生氣 謝謝你 真是老遠都看到你 搞什麼呢?穿成一個行走的救生衣 救生衣? 這個是大地色 你這樣穿這隻, 簡直是大鑊色 很像嗎? 很像 很像 穿上 移動當然是救生衣 蘇蘇 沒事 有幫我什麼事? 我知道你認識的人多 你可以幫我買韓國藍團GPS 來香港開演唱會的票嗎? 你不是想追星這麼失敗嗎? 看上GPS那些 全部都是十多歲的女生 如果你想真正欣賞音樂的話 我有一些管弦樂團的票 我現在拿給你 我也是二十多歲而已 我知道了 一天最壞都是風少 多開心的事情 跟她說就會變得素輕 她是病毒 我不可以讓她傳染到 各位Youtube的觀眾朋友 我是吳子麥 我是張景淳 立即subscribe 歡樂APM YouTube Channel 收看TVB精選劇集精華 還有英國的觀眾朋友 我們最新伸出了一條 專門為你們而設的Youtube Channel TVB Jade UK 將今年最精彩的劇集 帶給你們 記得subscribe